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大家應該看不太到我的臉 沒關係,因為後面光太亮 今天主題不是我 那我們要看一下 柑橘類的植物 我種了蠻多柑橘類的植物 如果可以的話,其實你把你的橘子吃完之後 把紙留下來 那紙留下來,然後你隨便丟一個盆栽 它有可能就會長出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柑橘...柑橘...柑橘柑的 它一些特性 好,這顆也快要開花,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它的牙,然後快要長成花的樣子 然後這是整顆的狀態 柑橘柑呢,常常會有刺 所以要小心 它如果你太接近,然後不小心碰到它的話 可能會被刺傷 尤其是這一顆 這一顆你可以看 它雖然枝條很少 你看它瘋狂的結果開花 它一年四季都不會停 非常的厲害 然後它有點被穿漆殘到了 然後像這樣子的話,我就會把它拔掉 因為這穿漆殘繞的它太多的話 就會讓它造成一些不舒服的效果吧 那... 因為它攀附的話 它有可能會限制它的生長 因為如果你繞得太緊 然後你的枝條可能就長不大 那... 接下來 這是它的花,快要開花了 然後另外一邊 這是已經開花的花 然後接下來,這是果實 然後這一顆叫萊姆 綠的 你看我的果實還蠻多的吧 這樣只有三顆了 而且你看它的葉子不多 下面這個 這個是那個... 那個白鶴之草 所以不是它的 然後你看它少少的葉子 然後就結了那麼多果 然後我待會兒會幫它 把那個... 殘繞它的船器把它移除掉 好,我們看一下一顆 這一顆啊,也是柑橘類的 你可以... 靠近看一下 它被蟲咬的痕跡 說不定幸運的話 我還可以找到蟲讓你們看一下 不過現在冬天應該比較不會有 它... 除了冬天之外 都可能會有蟲再來這邊吃 就是...它的葉子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柑橘顆都有刺 大部分都有刺啦 所以...要小心一點 然後這一顆呢是... 呃... 我們把它... 種子啊,隨便丟在一個地方 然後它就長出來了 它長的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來,我們看一下刺 有沒有看到? 我稍微... 我慢慢過去... 靠... 好刺 看... 它只要... 比較... 後面的枝條啊 它這個刺啊 都已經很明顯了 都還蠻尖銳的 好,一樣被... 那個... 穿機殘到了 因為現在是... 穿機的生長旺盛期啊 好,那... 我們剛才提到白荷林之草啊 你看 它還開花開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東西呢就是... 嗯... 你喝... 什麼仙草茶啊 其實用這一味啊 超棒的 這一味的那個味道我超喜歡 這個白荷林之草 你們可以上網查一下 這個草非常的容易長 你只要那個... 把它... 解一段枝條 然後直接插在地上 呃... 直接插在土上 然後它就會... 長成新的一顆了 非常的... 臭真 就是... 存活力... 存活力... 非常的強 然後... 另外前面這一顆 是那個... 把蠟 啊...不錯 它挺過來了 之前啊 它被那個... 黴菌之類的感染 而且跟那個... 白荷林之草一起搶養分 現在終於它們一起... 活了下來 還不錯 因為白荷林之草 它有一點點那個... 味道 然後我覺得 其實啊 我這樣子 呃...我們學森林系的啊 有一個... 呃... 一個講法 就是說呢 你不要把同一個物種種在同一個區域 這樣子會導致說 你... 有可能會病 會互相傳染 然後... 呃... 如果你物種... 不同的交雜在一起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這棵植物它有自己的香氣 然後... 另外一棵植物... 沒有 那... 那個香氣呢... 會... 讓有一些... 蟲... 不太敢靠近 也就是說呢... 就是一種... 互利共生的感覺啦 然後這一株是... 白鶴靈之草被我媽殘成這樣子 你看它把它殘起來 因為... 白鶴靈之草... 太容易長啊 長爆了 然後... 這個是... 黃公菜的種子 然後這顏料非常的... 可怕 很難洗掉 所以... 你們要小心一點 千萬不要碰到衣服 我把它剝一顆下來 染色能力非常的強 然後... 像我的話 我之前就... 把它的種子啊 摘下來 然後... 隨便丟 讓它隨便長 就直接這樣... 丟到地上 然後... 它喜歡長 就讓它長 然後... 這個黃公菜也不錯 那只是它長種子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摘... 不要去干擾它了啦 因為... 它長種子的時候 然後... 那個... 養分就不夠了 你就不要再去摘它的葉子之類的 然後你看... 它... 為了生命... 竭盡全力 都已經快要枯萎了 用生命去繁殖生命 這樣子的 我覺得就是精進人亡吧 精... 精... 人... 王 靠...有點難唸 好... 那我們... 今天... 就到這邊了 可以看一下... 我這個噴霧系統 我把上面裝了蠻多的那個... 噴霧系統 然後讓它們... 可以把... 那個... 水霧噴出來 增加濕度 然後增加... 涼的屬性 也就是說啊 如果夏天太熱的話 我會啟動這個東西 然後... 讓它噴一陣子 然後... 讓... 室內降溫 應該是說室外降溫 那... 這個室外降溫呢 還好我家的頂棚啦 要不然喔 這... 這頂樓真的是曬得很死啊 很多植物可能就會因此而曬死 因為太熱了 好... 這是我家的風景 還看得到山啊 不過那個... 今天空氣還不錯 看得到山 然後... 像這個建築物啊 結果... 把我家的山開始頂住啊 逐漸看不到啊 然後... 來看一下台灣最美麗的風景 就是鐵皮屋啊 然後你看... 這... 這家還有公廟 很酷 好啦... 好啦...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